2020年7月 美国密歇根宜地下车库惊献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警方紧急封锁现场并将尸体带回去解剖 在对尸体中提取到的DNA进行比对时 竟发现其身份竟是曾一局赢得400万美金 横扫美国赌场的天才女赌神 调查证明她先是被侵犯 然后再被活着焚尸凶手恶劣行径令人发指 人生正值巅峰时刻的她 为何突然遭遇杀身之祸 案件背后又有着怎样离奇的故事呢 一拳三连 点个关注 2020年7月13日早上8点 美国密歇根警局刚刚开始上班 报警电话就响了起来 报警人声称在地下车库看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警方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果真在地下停车库角落的一堆废墟里找到了尸体 经过警方的观察 依稀可以看出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 因为尸体已经被严重焚毁 所以只能移交给法医 经鉴定 死者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 死亡前曾遭受过侵犯 头骨有被钝器重击的痕迹 肺部含有大量的烟灰 肺部的烟灰是死者附近的物体燃烧是吸入的 由此可以断定 死者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烧了 通过调查 警方确定了死者名叫赵苏倩 33岁是美其华裔 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发现 他是在案发前一天下午离家的 之后进入了附近的一家宾馆 就没有再出来过 在反复观看监控视频后 警方有了新发现 赵苏倩进入监控画面后 他的身后一直尾随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 男人一路跟随他进入了宾馆房间 据警方分析 他们两人应该是认识的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男人名叫莫里斯 60多岁 是个流浪汉 曾有过性侵入狱的前科 其实莫里斯在之前并不是流浪汉 从前的他有令人羡慕的工作 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可是他偏偏沾染上赌博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导致妻离子散 家庭破碎 确定了身份后 警方立即赶到莫里斯家里 对他实施了抓捕 在抓捕时 警方还搜寻到了一个 沾满鲜血的棒球棍 和带血的衣服鞋子 莫里斯被捕后 警方采集了他的DNA 与残留在赵苏倩体内的体验 NDA进行了比对 最终确认了他就是侵犯 并杀害了赵苏倩的凶手 面对警方的询问 莫里斯显得格外的从容淡定 据莫里斯交代 7月12日下午 他借口有事将赵苏倩 约到了附近的旅馆 赵苏倩进入房间后 莫里斯突然拿起棒球棍 将他打晕 之后 他看着年轻貌美的赵苏倩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对赵苏倩进行了侵犯 谁知 这时赵苏倩突然醒了过来 莫里斯只好停下动作 将他绑了起来 面对赵苏倩的苦苦哀求 莫里斯选择将他再次打晕 然后 莫里斯将晕倒的赵苏倩 再进行礼箱 拖出了宾馆 之后又把行礼箱 放在了地下车库的角落里 然而 心狠手辣的莫里斯 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赵苏倩 他又拿来了汽油 浇在了行李箱上 然后点燃了行李箱 将赵苏倩活活烧死了 莫里斯将作案过程 全部交代了出来 但是警方问起作案动机时 莫里斯却闭口不谈 根据警方的经验 这类案件的作案动机 无非就是感情或者金钱 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较大 所以情杀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赵苏倩的特殊身份 警方便推测 莫里斯为财杀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赵苏倩与莫里斯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莫里斯选择 用如此凶残的手段 结束了他的生命 地下车库金线烧焦女尸 凶手被捕时仍一脸淡定 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赵苏倩的身份又有何特殊之处 赵苏倩除了是美籍华裔 他还有个深以为傲的名号 天才女赌神 而这个名号的由来 还要从他读大学开始 早在读大学时 赵苏倩就开始参加 各种扑克牌比赛了 毕业时 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工作 而他却选择成为了一位职业选手 2012年 赵苏倩第一次参加了世界比赛 最终以世界排名第90的成绩 赢得了数万美金 据统计 仅在做职业选手的前两年里 赵苏倩就赢得了30多万美金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最精彩的一次赌局 莫过于2019年那场了 2019年5月 赵苏倩在德克萨斯州 参加了一场扑克牌比赛 这场赌局 直接让他步入了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一局赢下了400万美金 刷新了比赛记录 因为这场比赛 他一跃成为了千万赌徒心中的女神 赵苏倩是有天分的 他的朋友甚至觉得 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可是一个钟情于赌博的人 又怎么会甘心只参加职业比赛呢 成名后的赵苏倩 开始接触非法的地下赌场 他认为那里更刺激 也更适合他 他也是在地下赌场里 与莫里斯相识的 很多人都曾见过赵苏倩 赵苏倩在赌桌上的样子 大家都表示 他赌博时十分干脆利落 几乎没人能赢得了他 但是赵苏倩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 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 瞧不起人的样子 有时赢了钱 还会借机踩对方一下 对对手进行言语上的侮辱 所以 在赵苏倩被杀害的事件曝光后 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叫好 甚至有些人还认为 他活该就应该被杀 在遇害事件发酵后 有一个赌徒站了出来 表示 曾见过赵苏倩与莫里斯 出现在同一个赌场里 至于两人是合作关系 还是对手关系 就不得而知了 对此 这名赌徒也做了猜想 如果赵苏倩与莫里斯 是合作关系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是因为分红不均 莫里斯怀恨在心 才会起了杀心 如果两人是对手关系 那么大概是赵苏倩赢了莫里斯以后 又对莫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这才导致莫里斯暴怒 将他杀害了 当然 还有人猜测 大概是因为 有人看不惯赵苏倩的一贯作风 才雇佣了流浪汉莫里斯 将他杀害 自从莫里斯被抓后 警方也多次尝试询问 但莫里斯都不曾透露 其作案动机 关于赵苏倩被杀害原因的猜测 还有很多 其中 最为大家所接受的 就是因为 她的性格太过嚣张 太过目中无人所致 天才赌神 惨遭焚尸 分析被害原因 竟是因为太过目中无人 那么 她到底是如何养成这种性格的呢 赵苏倩的父母 早年在中国做生意 后来攒够钱 就移民到了美国 1987年 夫妻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赵苏倩 美国是一个极度崇尚自由的国家 自小在美国长大的赵苏倩 更是向往自由 父母对她进行的教育 也是完全西式化的 富足的生活条件 让赵苏倩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赵苏倩的父母 平时工作很忙 一家人连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 因此赵苏倩也早早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她尝试过很多爱好 但最终都没有坚持下来 父母对她的爱好也没怎么干涉过 因为他们认为让女儿更自由更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在读高中时赵苏倩通过同学接触到了扑克牌 刚开始接触时 她就爱上了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一开始 她只和自己身边的人玩 渐渐地身边的人都成为了她的手下败价 这时 赵苏倩又体会不到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了 于是朋友带她去了地下赌场 第一次去地下赌场 赵苏倩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她甚至觉得自己本该就是属于这里的 赵苏倩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和逻辑能力 这也帮助她在牌桌上能轻松地推算出对手的牌 第一次到地下赌场 赵苏倩就赢了一大笔钱 赵苏倩回家便把去地下赌场的事情告诉了家人 谁知父母知道后 非但没有生气还表现得很开心 父母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锻炼赵苏倩的能力 赵苏倩受到父母的鼓励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常年混迹在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的各个地下赌场 短短两年的时间 赵苏倩就成为了地下赌场里的神级人物 渐渐的 她开始享受大家对她的追捧 变得嚣张起来 经常借机踩低别人 所以 很多赌徒对于她的死亡并不觉得惋惜 他们惋惜的只是赌弹损失了一个天才 2020年9月 莫里斯被指控犯一级谋杀罪 虽然莫里斯至今都未吐露真实的作案动机 但是她杀害了赵苏倩 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案件中 当父母知道赵苏倩开始赌博时 并没有加以制止 反而选择放任 任由她出入非法赌博场所 最终害女儿输掉了生命 虽说赵苏倩的死与父母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但致使她走到这一步的 归根结底 还是赌博本身 十赌九赢的赌神都难以保全自己 何况是我们这种普通人 所以真爱生命 请远离赌博 先继续 谢谢观看